我真的覺得就是有時候我老公的腦 我會覺得說他真的是有一些 很奇怪的邏輯 不是一般人會有的 不知道腦子是出了什麼問題 他就說 你關我門幹嘛 那我就是要把你的門關起來 要不然你那個臭味傳出來 他說沒有啊 我就是因為要上大號 所以門才要開啊 因為怎麼可以一個人吸那個臭氣呢 這個腦子 有時候是毫無作用 就有一次呢 我幫我的女兒洗屁股 我老公就衝進來 那因為我們的那個浴室是乾濕分離的 他就直接往馬桶那邊衝進去 然後就坐下來 然後我就想說他要幹嘛 然後他就說大便 然後我聽到他要大便對不對 那我就把他的那個 馬桶那邊的那個門給關起來 然後一關 他超火耶 他對我發火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 你不是要說你要上大號 那我就是要把你的門關起來 要不然你那個臭味傳出來啊 他說沒有啊 我就是因為要上大號 所以門才要開啊 因為怎麼可以一個人吸那個臭氣呢 是我們要三個人 大家一起分散 聞那個臭氣啊 什麼啊 這樣子那個濃度就不會這麼高 就是不能只有我一個人聞那個臭氣 所以要死 但大家一起死 一家人 一家人本來就應該要同甘共甲 你沒有要降到這個地步吧 對啊 我想說這是什麼邏輯啊 我就已經幫我小孩在那邊洗 他屁股已經很臭了 然後我還要再聞你那個 大人大號的那個味道 然後會幫你分他那個臭氣 是什麼意思 我完全不懂他的神邏輯 已經在洗小孩屁股不幫忙了 對啊 他還忙著大便 好感人 不認識不認識我